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14个季度 全球第三 第二个数字呢 是 此时此刻为止 正在使用小米手机和小米平板的用户呢 全球达到了6.41亿人 这为我们小米汽车未来的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点呢 小米一直坚持技术为本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去年的我们投了191亿人币 预计今年呢 将达到240亿人民币 还有 汽车等新业务的话呢 去年我们投入了67亿人币 加上股权吉利的话 一共75亿人币 我们用真金白银来表达了认真造车的决心和态度 为了把车造好 我们不惜代价 我们在全国300个城市展开了全面的测试 行驶的总里程超过了540万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135圈 这个测试规模相当的庞大 我们投入了样车总数576辆 应该是全国所有车型里面最大一次规模的 很多人在很多的地方看到了小米的测试车队 这是因为我们投入的测试车量特别特别多 去的城市也特别的多 我们为了把车做好 在这方面我们的投入是非常之大的 上个月的话呢 我们小米汽车也参加了MWC巴塞罗纳通讯展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现场的话呢 人山人海 现场人山人海 实在太火了 后来呢 主办方强制要求我们采取限流措施 这次展览以后呢 国际知名媒体给了小米汽车极高的评价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想过目不忘 令人震撼 惊艳的设计 看到这些评价我还是 还是挺激动的 因为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三年 能得到这样的评价 真的特别特别的高兴 回想三年前 小米正式官宣造车的时候 仿佛这一切就像在昨天 当时我说 小米汽车将会是我人生最后一次的创业项目 我愿意压上我一生的荣誉和成就 为小米汽车而战 当时这句话给了我巨大的勇气 同时也给了我巨大的压力 造车这三年 每天战战兢兢的 思想负担还是真的特别特别大 造车三年来呢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造车真的是太难了 难道连我都没想到 连苹果这样的巨头 最后都放弃了 所以今天 每一个还在坚持造车的人 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值得大家真心为他们点赞 今天 今天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我们迎来了小米苏七的发布会 这对于小米汽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对我个人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 今天呢有不少好朋友呢 到了现场助政 有未来的董事长李斌 小鹏公司的 小鹏公司的董事长何小鹏 还有理想公司的董事长理想 他们三位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建议 让我扫踏了很多坑 真的真心感谢了 谢谢 今天我还特别特别高兴呢 这个长城汽车的董事长 魏建军也到场了 这个他是行业前辈啊 干了三十多年车 这个我拜访过几次 一直特别特别的崇拜啊 还有呢 刚到任的北汽集团的董事长张建勇 今天还有很多很多朋友到场啊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们一并感谢 借这个机会呢 说几句感谢的话 首先感谢北京这片沃土 这是因为北京这片沃土 才孕育了小米 也正是北京这片沃土呢 孕育了我们今天的小米汽车 感谢今天到场支持 和正在观看直播的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大家的支持就不会有小米 还要感谢一起奋斗的小米汽车人 和小米集团的所有的同学们 谢谢大家 此时此刻呢 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 叫造车很苦 但成功一定很酷 下面的话呢 我们正式发布小米苏7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造一台JAM卡梦想之车 那么这个时代的梦想之车呢 我觉得必须要有最先进的智能科技 还必须要有最出色的驾驶质感 这两者呢 缺一不可 所以在小米苏7设计之初 我们就希望小米苏7 是50万以内最好看的车 是50位以内最好开的车 是50万以内最智能的车 还必须是一台高品质的车 这就是我们为所有的朋友们 精心打造的梦想之车 大家一起看视频 好看吗 我们的广告词呢 是人车合一 我心澎湃 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广告词呢 因为我们希望 它的驾驶体验 追求人车合一 车能懂你 能给你精准迅速的反馈 奴隶食指 它乘坐的智能空间的体验呢 能懂你所懂 奴隶所愿 随心而动 所以无论是架控 还是乘坐 我们都希望小米汽车 能够做到真正的人车合一 那么这辆车呢 是标准的CG豪华科技轿车 它的车长5米 车宽2米 轴距呢是3米 这辆车呢 它的姿态优雅 看上去非常的低趴 非常的运动 像这样的造型 我相信几十年都不会过时 那么这个优雅的车质的背后是什么呢 其实是比例 它的比例做的特别特别的极致 它有三倍的能走比 两倍的能高比 1.36倍的车宽比 宽高比 所以呢 它的这个比例呢 做的非常的极致 这是因为有这样的造型 我们做到了极致的风阻系数 它的风阻系数低至 0.195 这应该是在量产车里面 是非常极致的表现了 而且呢 我们的空气洞穴的设计呢 也非常非常的出色 我们做了八组风道 17个针风口 去年年底的技术发布会呢 我们发布了三个颜色 我真的没想到 这三个颜色呢 都大受欢迎 我们再一起看一下 海湾蓝 橄榄绿 还有亚灰 亚灰这款颜色呢 看起来特别特别高级 喜欢的人呢 特别的多 当然 前几天呢 我们的销售店面 开始那个开业了 很多看完的人告诉我说 真车比照片好看很多 主要是我们这个行面呢 非常圆润 无论怎么拍照 都很难拍出那种感觉 所以呢 希望朋友们都有机会 到我们店里去看一看我们的车 今天的话呢 我们再带来六款全新的颜色 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看吗这六种颜色 所以呢像苏七我们首发就九款颜色 这九种颜色呢摆在一起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好我来指向大家看一看这九种颜色啊 其实是我们做了四个系列 四个系列的颜色 第一个呢就是跑车色系 第二个呢就是低饱和度的时尚色系 还有呢豪华色系和经典色系 我们充分的考虑了大家不同的喜好 因为车的颜色特别特别的重要 我每个颜色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第一个颜色啊 流星蓝 网上呢大家叫奶油蓝 非常柔和的浅蓝色 清新而唯美 甜静且放松 是一款治愈系的颜色 特别特别的漂亮 大家看看各个角度的 是不是很好看 好 我们还有一款颜色呢 叫霞光纸 紫色呢代表浪漫 梦幻神秘 加入了特殊配方的金属粉以后 在阳光下流光溢彩 特别特别的漂亮 当然 这样的漂亮的颜色 我们在想怎么能够更好的展现呢 前段时间 我的母校武汉大学的樱花开了 所以我们的同事们提了一个创意 说要不要在五大拍一组广告片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是不是特别特别好看 然后我们拍广告片那一天的话呢 有一些路人看到以后 那个拍照上网以后 在网上引起了非常大的热议啊 这款颜色呢 我们初期呢 就是为女生专门设计的 后来看到很多小伙子 也特别喜欢 所以我说我也甚至想买一台 我不知道我合不合得住啊 好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款 寒武延辉 是蓝辉色的油漆色 它低调而有质感 特别有商务感和豪华感 所以呢我们多角度看一下 这是一款比较低调的颜色 那么我们还做了一款 非常非常炸裂的颜色 叫熔烟橙 是一款高饱和度的颜色 富有激情 活力四色 非常非常的好看 主要是因为我们小米的标志是橙色 所以呢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橙色 怎么能按照个车器变得异常的好看 大家再来看一下各个角度啊 可能照片怎么样都显示不了 真车的好看程度啊 所以欢迎大家有机会到我们的展厅去看一看啊 像这么大烈的一款颜色呢 你要足够自信才能驾驭得住啊 好 下面一款颜色呢叫 珍珠白 它不是普通的白 它加入了珍珠粉 更有光泽 立体感也更强 温馨舒适 很耐看 非常非常经典的颜色 还有一款呢叫 钻石黑 也不是普通的黑 它在经典的颜色里面加入了金属粉 黑里呢透着一色深蓝色 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颜色 所以选颜色呢 很多人很纠结 当你不知道什么选颜色的时候 你就选黑和选白 估计也不会错啊 这是一款经典的颜色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多个角度啊 好 这就是我们为大家精心设计的 四大设计 九款颜色 每一款颜色都独一无二 品味独特 其中呢 有五款的是金属漆 好 谈到这里的话呢 很多人特别特别喜欢海湾蓝 我特别特别高兴啊 其实像海湾蓝这样的高饱和度颜色 这么受欢迎 这是远超我的预期 像这样高饱和度颜色 以前家用车是很少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这样的颜色 一般都用在豪车上 是因为像这种高饱和度的颜色 要在户外爆晒十几年不褪色 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 成本极为昂贵 所以以前呢 只有豪车才用得起 这一次呢 我们希望能把百万豪车 因为这些好的颜色 全部下放到 像小米苏七这样的车 也能用 让大家体会一下 更漂亮的色彩 我们在开发每一种车漆呢 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车漆的研发难度 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大 每一款颜色 我们都花了十多个月 都花了不少的研发成本 将来有机会给他介绍我们整个车漆的研发过程 除了九款车漆以外 我们还设计了四款类似的颜色 有银河灰 目光红 迷雾纸 和钥匙黑 四种 所以呢 我们的内饰呢 有四种 外饰呢 有九种 可能大家在搭配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选一下 稍微选一下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书七的设计细节 我们很多的设计公布以后呢 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像水滴大灯 像我们的光环尾灯 像我们的电动尾翼 像我们的连衣曲线 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 其实我今天想特别再介绍一下 水滴大灯 今天的新能源汽车啊 大家基本上都设计成条状灯 分体式大灯 或者咪咪眼 其实已经高度的同质化 非常容易撞脸 那么我们当年在设计的时候 考虑的时候呢 我们就希望 我们能不能做的比较独特 今天回来看 像这个水滴大灯 它的造型和圆润的车身 融为一个整体 非常的耐看 所以我们当时三年前就放弃了 做条状灯的计划 而且呢 在我们的灯的里面呢 还有一个米字型 我们内部当时也叫米字灯 那么这款灯不仅好看 它的功能也特别强 它的远光灯照射的距离可达400米 接近14个篮球场的长度 它非常的厉害 它的近光灯呢 视野也特别的开阔 它的宽度呢 160度 视野特别开阔 所以这个灯的话呢 既能照得远 也能照得宽 而且我们标配了 ADB的自适应远光 全系标配的 这个远光灯灯 自动避让 对面的来车或者行人 防止晃眼 所以这个功能呢 也特别特别实用 在晚上开车的时候 特别有用 关于轮骨和轮胎 其实我坐车以后 才发现了这两件事 非常的重要 轮骨的大小和设计呢 就是造型的一部分 轮胎呢 更是直接决定了 车的性能和续航 所以在做这一辆车的时候 我就是在想 怎么把它做到极致 这一辆车一上来呢 我们就提供了四种轮骨 三种大小 而且起步呢 就是19英寸的轮骨 然后有19 20 21英寸可选 而且轮骨呢 我们还做了像 低风阻的轮骨 三款运动的轮骨 有这个漆字型的 就是苏漆的漆 有这个梅花轮骨 还有这个熏黑的 树叉状的轮骨 所以呢 给了用户很多很多的选择 包括轮胎 我们也专门开发了四种 像我们开发了 全市国际顶级品牌的 像19寸的 米其林的低棍组轮胎 像这个轮胎 在电商上单卖 都要五六千块钱 还有呢 19寸的普林斯通的 苏式胎 各方面都比较均衡 我们还开发了 20寸的米其林的 PSEV的静音胎 这样它的路灶声音很低 还有 专门为性能车的发烧友 为喜欢极限驾驶的人 我们还专门准备了 倍耐力的P0的运动胎 所以呢 它适合极致的运动 为了把运动这个特征做好呢 我们在顶配还专门提供了前载后宽的轮胎 就是我们后面的轮胎更宽 这样更宽的轮胎呢 就可以提升两个后轮的抓地力 来保证最好的动态性能 所以呢 在这些细节上 我们都下了特别大的功夫 下面呢 我再跟他介绍一下我们的内饰设计 我们的内饰呢 环绕式的座舱 简约而高级 它的乘坐空间呢 非常的舒适 我上次在一个视频里说 我说我身高一米八一 大家都觉得我好像在吹牛 我在想 我又不是艺人 一米八一和一米八有什么差别吗 大家还拿了一张照片 我跟李斌的合影 说你看李斌一米八 看起来比那句还高一些 我再次声明 我真的是一米八一啊 有可能 有可能李斌说低了 OK 我们在这个车设计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一米八八的 假恩模型来做的设计 所以前后排呢 都不会感到 不会感到压抑 我们设计这辆车的时候呢 做的是一体化运动风格的座椅 是运动风格的座椅 采用了高密度的发泡 和记忆海绵来做的座椅填充 这样它的短途乘坐舒适 长途呢 久坐不累 而且呢 采用了全粒面的纳帕真皮 它的手感呢 柔软舒适 内上内的所有的材质呢 都是健康亲肤的 都是婴儿皮肤 可以直接切住的级别 这是专门经过认证的 所以这些材质都很好 我们呢 配了豪华音响系统 25扬声器 7.1.4的杜比全景声 而且呢 我们全系标配了 投诊音箱 这样的话呢 你在听音乐的时候 导航信息的播报 打电话 都可以通过投诊音箱 这样的话 不影响你听音乐 也不打扰车内的其他的人 所以呢 这个配置呢 也挺贴心的 我们的车里面有超大的后备箱 可以放下一整套的露营装备 我们还有超大的前备箱 像这么大的前备箱 只有做的特别好的纯电平台 才能具备啊 这个有105升 可以装下整个钓鱼的鱼具 那么前备箱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你买个外卖 放在前备箱 它不会创卧 比如说你钓鱼了 你把鱼放在前备箱里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前备箱还是挺有用的 除了前备箱以外呢 我们全车设计了32处收纳位 很夸张 我们那不有时候开玩笑 说这个是收纳狂魔 这个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就举几个小例子 不展开讲了啊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收纳位 举个例子啊 当我们这样的图片泄密以后 有人就问说 你们IP台上的柳钉干嘛用的 是装饰吗 其实不是的 这是预留的四分之一标准螺纹接口 左右搁有一个 那个后视镜的下方也有一个 后视镜的下方还有充电孔 这是干嘛用的呢 大家来看一下 它是装手机支架用的 还可以装运动相机 所以在座的媒体老师 要想拍小米苏7 我们已经提前准备了三个地方都可以装啊 是因为我 是因为我发现所有的车厂都没有考虑过手机支架怎么装 哎呀我买了一框的手机支架去测试 没有一个好用 我说我们一定要做最好的手机支架 是吧 手机厂造车一定得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好 我们的中控台呢 还有两个手机的储物格 支持50瓦的无线快充 我们还在副架上特别留了一个手机的 是吧 储物槽 这个坐在副架上的人放手机很方便 下车的时候也不容易遗忘 还有 还有 我们的中控台做了两个很大的杯架 可以同时放两个超大杯的咖啡 然后呢我们这一个中控台的背部 还有一个手电筒的收纳槽 大家看得见吗 放了一个手电筒 而且呢这里还有两个隐藏式的挂钩 用来挂外卖挂个塑料袋什么的 其实这个这里收纳的手电筒也很有用啊 也是我们米家生态店的产品 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一个他有一千牛鸣 他的能够照两百四十米远 第二个他内置了安全带格刀和破窗锤 第三个他还是一个充电宝 所以放到车里有这么一个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好 我们的中间的扶手箱下面还有智能车载冰箱四点六升 这样不仅后排可以用 前排也很容易使用 那么谈到车载冰箱啊 那个我以前有一辆车里面有车载冰箱 我用了一次就不想用了 因为如果里面只有一罐可乐啊 你一转弯它就晃一转弯它就晃 烦得要死 所以这一次我做冰箱的时候 特别做了一个防滚的置物店 这样呢 无论你晃一罐两罐三罐它都不会晃 所以大家回头可以仔细看一下 还有特别介绍一下 我们有超大的手套箱 尺寸非常的大 很多工程师呢 带笔记本上车 当他下车的时候 单独把笔记本留在车座上是很危险的 那么你只能放到后备箱里 很麻烦 我们做了一个超大的那个手套箱 你可以把笔记本电脑放在里面 这样就会很方便 所以我们整车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收纳点 我就不展开讲了 我觉得产品不仅要为颜值设计 更要为体验设计 所以谈到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为了极致的封组呢 我们做的这种溜背造型 超大的天幕玻璃啊 整车非常的通透宽敞好看 而且我们整车的玻璃面积高达 5.35平方米 我跟他们说一定要像阳光房一样 这个足够通透 接着呢 我做用户调研的时候 一个特斯纳的女车主说 很多这样的车坐在里面像烤箱一样 说夏天会不会太晒呀 好 我们就把这个防晒作为核心点去突破 我们怎么突破的呢 第一点 天幕玻璃呢 我们做了双层镀银 隔绝了99.9%的紫外线 隔绝了99.1%的红外线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发现更严重的是什么呢 是前锋挡玻璃 其实更晒 所以 很多女生开车的时候都带冰袖 为什么呢 因为前车 前锋挡也特别特别晒 所以我们甚至做了三层镀银 然后才达到了这个紫外线隔绝99.5% 红外线隔绝97.6% 做了三层镀银 这是今天轿车里面唯一款做三层镀银的 还有 我们把四个车门都做了UVIR的图层 这个图层紫外线的隔绝率达到了99.9% 如果发生成防晒霜的指数 那差不多相当于SPF100加 或者PA4个加的这个程度 所以呢 我们在防晒上下了很多功夫 后排呢 我们顺便做了隐私玻璃 省得大家再去贴个膜什么的 好 到底有多防晒呢 那个我们做一个夏天的简单的测试 38度暴晒1.5个小时 这个应该在北京很常见吧 在南方在广州更常见 那么我们就直接拿苏奇跟Model 3比啊 我觉得Model 3是一个全球的标杆产品 他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出色 我们跟他们比一下 你们相信吗 晒一个半小时以后能够低多少呢 低12度 欢迎大家带那个温度枪啊 夏天去测试一下 这个反正我当时也自己也震惊了 这个只晒一个半小时就温度就特别特别的高 所以我想跟他分享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苏奇不仅好看 更重要的 我们还做了防晒 我们的天梦玻璃的防止外线99.9 前锋挡玻璃隔热率呢97.6 好 做到这就够了吗 很多人说这个天幕啊 你再防晒 它只要亮我就觉得热 我说好 我们又专门开发了 轻薄的 这个不开发不行 好 除这以外 我还专门做了前锋挡的遮阳伞 就是那种矩形的遮阳伞 而且都做到很高的品质 收纳的非常的方便 是吧 这样360度无死角的呵护啊 好 马上很快就要到夏天了 夏天的很多地方很晒 所以呢很多人都带太阳伞 我的家乡再过一两个月 是开始梅雨季节了 又开始下雨了 我最把那个雨伞滴滴拉拉的 我们这一次呢 专门做了两个雨伞的收纳潮 在前排的门板里面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哎 这样你取用都特别特别的方便 甚至是 后排我们也做了两个 所以全车的雨伞问题 防晒问题 我们都解决了 这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 小米苏七的内外式设计 去年年底呢 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 邀请了Chris Bongo 当然了小米汽车的设计顾问 他是被誉为全球最杰出的 十大汽车设计师之一 那个宝马的前设计副总裁 这个他加入我们小米以后 我相信对我们的设计会有巨大的帮助 今天呢 他到了发布会现场 我请他上台和大家说几句 有请Chris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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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第一印象 當我看到的XiaomiSU7 是,真, what a great car!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喜歡 cars the best 因為我認為 cars are more than just 就是一個 tool 給你從 A to B to move你 cars are, they're avatars avatars of yourself 他們 represent who you are and when I saw this XiaomiSU7 that was my immediate thought here is a car that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identify with and say it's a wonderful expression of themselves beautiful now it's not what I expected from Xiaomi because they're known for a design language which is very, very reserved and not emotional like this car I've been to Xiaomi stores and I really like their products they have a really calm, minimalist vibe but cars, cars need to express movement, energy and the SU7 with these well-defined curves and sculpted forms this enters this whole new expression of boldness and this entry into sportiness wow, that's fantastic but still, it's packaged for a family and everyday use I was really excited because it was so different from what I expected from Xiaomi and very impressive for their very first crack at a car well done well done I had a lot of fun driving the SU7 and what impressed me was how powerful it was the way it accelerated well, made me immediately call it this is a rocket horse that was actually my expression rocket horse you know, horses you know, horses are very powerful and very intelligent animals and this car felt like that but kind of to power of 10 rocket horse you know, my wife likes horses this car would be a great car to have back in Europe oh well try I think the recent see I think the recent European debut impressed many people that the Xiaomi SU7 is a wonderful example of the Chinese EV industry it's a complete and visually stunning car and I'm also confident that this marks an excellent beginning for the Xiaomi EV group 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m continue to push the boundaries and create future ready masterpieces as they go forward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team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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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款车呢 不仅仅要好看 更要好开 我特别想打造一款 好开的车 因为一台好开的车呢 开起来就是一种享受 你每一脚的油门 每一次的过弯 每一下的刹车 都能让你享受人车合一的掌控感 能够永远与你心意一致 陪你去往任何向往的地方 一台好开的车 性能首先是基础 小米苏7呢 是目前50万以内 速度最快的量产车 它有多快呢 零百加速2.78秒 直接媲美了百万豪车 最高车速也达到了惊人的265公里每小时 而且还有强大的中后端的加速能力 零到两百 八十到一百二 一百二到一百六 零到四百米的直线冲刺 它在每一个维度性能都极其的出色 我们在设计这款产品的时候 是直接对标保时捷来做的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性能表现上 都跟Taycan去死磕 所以呢 我每一次啊 看我们那个测试视频的时候 都觉得 心潮澎湃 我们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电车受温度影响是很大的 像Model 3 Performance 它的0-100就下降到了6.35秒 而我们依然做到了3.38秒 0-100 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也采用了创新的低温高功率电池技术 冬天对苏黎的性能几乎没有影响 除了我们有出色的性能以外 我们还有最好的主驾体验 我们为驾驶者专门设计的 我们的方向盘座椅仪表屏HUD全部中轴对齐 然后经典的传统的这个运动的方向盘 它的握感极其的舒服 我们还专门做了两个物理按键 一键开启智能驾驶 一键开启急速模式 特别的方便快捷 为了保证驾驶的时候的盲操 很多常用件呢 我们都提供了物理按键 方便操作 而且呢 我们还提供了7.1寸的仪表屏 这个翻转的时候呢 仪式满满啊 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翻转的仪表屏 我觉得这一辆车里面 我觉得我做的最好的呢 是那个超大的HUD 56英寸 为什么谈HUD呢 因为我有几辆车都有HUD 如果HUD没调好 其实特别添堵 因为它特别的不清楚 然后看起来很不舒服 我其实有时忍不住把那些车的HUD都关闭了 我甚至有时候一度都觉得 HUD是一个很扯淡的功能 所以我们下了很大的功能 我们把HUD调的 把它调好 画面要极其的清晰 然后呢 那个显示要极大 所以呢 我做了这个56层HUD 上次我从北京开到上海 我开了1270公里 我下来以后 第一个感受是HUD搞定了 所以把HUD做好 是个很难的事情 我们做了7.7米的对焦距离 全程平视 而且上下左右呢 可自由调节 还有强光 利光清晰可见 13000尼特的最高亮度 1500比1的对比度 所以我们这个HUD呢 做的是特别好的 我们的运动师座椅呢 那个驾驶感十足 甚至呢 在主架上我们还做了 侧翼支撑 就是你过弯的时候 座椅的侧椅将主动充气 给你提供 侧向的有效的支撑 这是百万豪车才有的配置 大家在试驾的时候 一体验就能感受得到 我们提供了主架侧椅支撑 用了这么好的硬件的配置 我们在驾驶质感上 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今天 汽车的机械部分呢 已经非常的成熟 我们怀抱敬畏之心 逐渐的强大的专家团队 从底层核心技术做起 头巨之正向研发了 莫德纳的技术架构 我们的智能底盘技术的话 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我们的底盘技术的合作伙伴 全是行业的顶级的 顶级的那个供应商 每一个在行业里面 都是顶顶大名的 全站之业的智能底盘的控制算法 将智能与驾驶呢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那么我们的底盘 到底怎么样呢 前段时间 我们邀请了几十家 媒体老师 去试驾了一下 大家的评价是说 这辆车很好开 底盘调教呢 非常出色 最后还加了一句 叫小米有高人 我们一起听一听 这些媒体老师 试驾的视频 驾驶体验超出了我的预期 动态驾驶感受 可以说相当棒 比你想中要更好看 像他一台性能车 这实不像是一个 新领牌的第一款车 驾驶性 基础性的一些调教 做的是非常的完善和成熟的 尤其是比如说 我们的动力的曲线 Bord加的这个模式 跟它的舒适模式 性格反转是差别非常大的 在运动调教的基础之上 还会有一个 非常有韧性的这种感觉 整个车的方向盘 和踏板的操作 其实非常的精准 而且带着驾驶者 极强的这种操纵的信心展 整个底盘的反馈 包括方向的反馈 以及整个座椅的这种配合 我会觉得 跟我整个的这种驾驶的意图 是非常非常相符的 整体的一个转向 以及它的一个静面性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台 开起来质感 非常非常高级的一台车 有些部分甚至可以说 是目前行业里面 绝无仅有 操控 舒适 智能 比较符合年轻人 开车的性格 这个脚感转向 配合这个小新浪 给你的感觉 还是非常棒 底盘对于 滋养和侧倾的意志 都非常的到位 操控性非常的好 视野也非常通透 动力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没有任何触悟感 很舒服 而且路非常高 非常聪明 非常惊喜 好看 沉纬 独秀 老道 他们还有一句评价 叫价值质感很高级 那么高级在什么地方呢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讲 大家的第一个评价呢 就是跟手跟脚 一踩就有 就说你开这辆车 哪怕是标准版 哪怕在一般的城市公路上 你只要在踏板上一踩 它的动力反应 立刻就有 摩托三其实驾驶感 做的是很好的 苏七比摩托三做的更好 它把一踏下去 动力就有 这一点做的特别特别的精细 第二个的话呢 转向精准 得心应手 就说只要你一转 你尤其在中高速转弯的时候 它的那个车立刻跟着你动 所以呢 整个响应做的特别好 还有 它在过滤颠簸的同时 精准的跟你传递了路感 其实对这样一款 驾驶质感很优秀的车 不是把所有的路面信息过滤掉 可是在过滤颠簸的过程中保留路感 好 那个红色的线是路的颠簸 这个绿色的线就是我们过滤以后保持路感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 大家就觉得呢 日常开的不硬 过坑的时候呢 不颠 还有 它在刹车的时候呢 不顿挫 不点头 它能像老司机一样 在即将停止的时候对刹车的力度进行平滑的处理 所以呢 在整个调教过程中呢 我们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这个整个的转弯半径呢 只有5.7米 像这样一个C机车 能够像A机车一样的很灵活的驾驶 所以呢 这款车呢 在这些方面都做的特别特别好 欢迎大家在试驾的时候呢 再细细的体验 对一个爱车的人来说 苏奇还有非常丰富的驾驶乐趣 来我们来一起看看 它还有哪些驾驶乐趣 第一条 弹射起步 它能给你带来震撼的 零摆的那个 是吧 冲刺的效果 所以这个开起来感觉特别好 第二个呢 它也有boost的模式 在20秒里面给你提供最极致的动力输出 就像夹弹一样 还有 我们还做了 自定义 无限 我们还做了运动的声浪 这样让你开起来也特别特别有感觉 这个声浪的话呢 是中德团队 联合调教 110轨的因缘合成 我原来以为很简单 等我坐下来发现这个事情也特别特别的复杂 我们来听一下 所以整个车开起来特别有跑车感 好 我们还有自定义的驾驶模式 有无限自由度 很多人说这个无限自由度有什么用呢 它可以模拟各种 比较经典的车的各种驾驶质感 而且呢 你可以很容易设置成 飘移模式 那飘移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关闭黄滑 关闭车身稳定系统 将动力输出全部推到后轮 就变成了一个大动力的后驱车 它就可以玩飘移了 我们来看看用苏七怎么玩飘移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帅吗 这个我也专门学了那段时间飘移 下次飘给大家看一下 不过呢水平不好啊 飘的不好 大家也别批评了好吗 这个 所以我觉得苏七的好开 光靠我讲可能是没有办法表达的 这个欢迎大家来试驾 一定要相信这款作品是我们的心血之作 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那么对于一款电车 我觉得续航是关键 我们全系长续航 那么我昨天已经在微博上公布了 我们起步的续航就是七百公里 CLTC工况七百公里 这个为什么标配七百公里呢 因为这是CLTC工况 你可能在CLTC那是一个测试工况 我们整个电车的续航啊 受各种因素影响很大 第一个是温度 第二个是开高速 因为风阻跟高 跟速度的平方相关 所以你开的越快越好电 还有 跟你的驾驶习惯也相关 如果你开的很平 特别省电 如果你猛踩 猛加油猛刹车 那个功耗也开起来很差 我们平时自己开车的都在比谁能开出黄金角 你开的那个最省电 所以呢 那个七百公里呢 就是确保了你上下班通勤 一周只需要充一次电 你开高速 最少能开四个小时 因为四五个小时你要休息一次 我们最近在广东做了一次实测啊 以这个车七百公里 是我们的标准版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入门版 我们在高速上 那个实测啊 限速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 我们开了四百九十五公里 平均时速九十七点三啊 可能大家说你只看到平均时速 是因为你有时候经常会堵车各种情况 我们基本上都跑在一百一百二 最后平均九十七点三 在这样的速度下能开多少呢 实话实说四百九十五公里 这是起跑 这样确保了你在高速公路上 开四五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 所以呢 谈到这里呢 我特别要说明一下啊 去年年底呢 我们发布的标准版是六百六十八 大家说咋过了三个月就变成七百了 说实话 三个月前啊 我觉得六百六十八足够了 这三个月呢 我也听到很多人都意见 大家对续航的渴望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所以 所以 我们专门标配了 米其林的低滚主能摊 重新做实验 重新公告 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 只是把它调整了标准配置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拥有米其林的标配 然后七百公里的续航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背后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觉得呢 小米在 小米汽车在苏七的未来的过程中 如果大家觉得哪里做的不好 欢迎大家告诉我 我们一定会尽快改进 那么 就像这么一款标准版的车 各位 跟Model 3怎么比呢 我们的电池大了十三点六度 续航多了一百三十三公里 续航多了一百三三公里 这个很多车厂多一百公里 定价就会贵两万多 这个我们的电池多了十一点三度电 续航多了一百三十三公里 这个国内的很多纯电车 定价的确比较低啊 这个小米这个苏七的定价 称得不解之谜啊 这个大家都很关心 但是 但是不谈配置 谈定价是不是又耍流氓啊 所以呢 很多定价很便宜的车 他们的续航都只有四百多公里 五百多公里啊 我们的起跑是七百公里 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说呢 续航是电车里面最贵的配置 为什么啊 因为电池最贵的时候 一度电材料成本就差不多一千块钱 所以逼得很多车厂自己去买矿 我想想也挺滑稽的 这个幸亏我不出生在 我们小米造车不在那个魔幻的年代啊 要去天天去南非买矿啊 好 最近呢 的确电池的价钱下降了很多 但是依然占整车的报名的 三十到三十五 这个苏七有七十三点六度电 一度电就是一度电的钱 好 你有了电池还不够 你还得有本事 你还得有本事 让一度电跑得更远啊 那是硬功夫啊 所以续航啊 要不你就砸钱 砸电堆电池 要不你就砸钱堆技术 总之续航这件事就得砸钱 我们是既堆了电池又堆了技术 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堆技术的啊 首先我们为什么追求极致的风阻系数 接着我们干了全车的轻量化 我们一辆CG车啊 坐了两吨以内 接着我们全域碳化 碳化硅 接着我们的热管理极为出色 还有我们的低风阻能骨 低风阻的能胎 我们在每一个世界下了很大的功夫 当然讲实话啊 我最近呢 试驾了很多次 我还有很多很多优化的想法 各位千万别忘了 我们是做手机的啊 续航对手机有多重要 我觉得我们书期将来的优化的空间 还有巨大 大家相信我 一两年以后我们这个续航还会继续往前涨 所以呢 整个续航才体现了真正的硬核技术啊 好 我们的四驱车 就是我们的顶配 是一个四驱啊 性能非常非常出色 大家知道越出色的性能越耗电 就是这样 我们也依然给你干到了八百一四公里的续航 八百一四公里续航 一百零一度电 在四驱车里面 在四驱的性能车里面 它的续航是遥遥领先的 好吧 领先一代 这个我觉得脑鱼成功的把遥遥领先置入了我们每一个脑海里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像这么一款四驱的性能车 干到两秒级的零百 干到八百公里以上的续航 在中国市场 小米苏7 唯一一款 好 除了长续航 大家又关心快充 来看看我们快充怎么做的啊 我们全系快充 我们全系碳化硅的高压平台 效率99.6的碳化硅的电控 那个碳化硅的车载充电器 碳化硅的压缩机 全系碳化硅的高压平台 那么我们的顶配呢 采用了真八百伏的高压平台 峰值电压八百七十一伏 我这里科普一下啊 其实五百五十伏以上 就可以叫八百伏平台 所以所谓的八百伏的平台 性能差很多 这个只跟充电的快慢有关系 主要是跟充电的快慢有关系 好 在这个八百伏呢 我们又做了很多技术的优化 我们做了全智能的原子化的充电技术 就是这个充电技术的话 平均充电功率 最多增加了十一千瓦 它的充电时间呢 再一次提出了百分之九点八 这就是硬核科技啊 好 就是这么一辆车 我们十五分钟补能 能补到五百一十公里 所以你充十五分钟 差不多就够了 五百一十公里 好 就是我们的标准版 我们用的也是486伏的 超级四百伏的高压平台 它的十五分钟也能补能 三百五十公里 这个足够日常场景使用 好 跟Model 3比呢 多充了一百公里 我们三百五 Model 3 两百五 所以这些 我们在每一个技术平台里 都把技术做到了极限 好 谈到充电的话呢 公用装呢 已经布了一百多万根 占到了所有充电装的百分之九十五 所以我们在设计之处提了个要求 就是我们要做到公用装 兼容性最好 充电最快 不挑装 因为今年很多啊 你好不容易排到一个公用装 一插进去 充不了 其实这一点啊 这一点可能比大家想象的问题要很多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在三百多个城市 五百七十六辆车 五百四十万公里的测试 我们测试了一百四十八家 两千多款充电装 我们充电的次数超过了七万次 在充电的过程中 那和这些公用装的提供商 解决了超过五百个充电的障碍 随着这些障碍逐个逐个的排除 极大的提升了整个公用装行业的充电体验 我举个例子啊 就像一百二十千瓦的国标装 这是市面上占比最高的快充装 小米初期的充电功率啊 比Model 3高很多 比Model 3高很多